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田最近翻了一部Jazz Hybrid 它的系统的名字很有趣 就叫做Sport Hybrid IMD 今次我们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IMMD这个系统究竟是怎样 同时我们会讲讲一些关于Hybrid的小知识 Hybrid 中文就是混合动力 如果讲讲它的历史也很长久 欧洲人和美国人就争认第一 究竟Hybrid最先是怎样的呢 在欧洲有一位大家很熟悉的先生 就叫做保时捷先生 设计第一部车是用电动的 但是态论太重了 于是他就改良了 就把原本的电池拔走 就把引擎发电再推动摩达 这个就是1899年的事 所以欧洲人一直都认为 Hybrid是他先的 但是这种算不算是Hybrid呢 都是有很多的争论 因为是没有了电池 严格来说这种驱动 是叫做Petro Electric 真正是又有电池 又有引擎 又有马达 又有发电 是去到1917年 美国有间公司就叫做Woods Motor 他真的做了一部这样的车 还做了几百架 但是成本太高了 几年之后 这间公司也倒闭了 到真正什么时候 由Hybrid的车量产发售 就去到90年代的末期 当时有两架非常有影响力的Hybrid车面世 一架是本田的Inside 另一架是丰田的Prius 来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Hybrid 会省有些 或者排放会少些 Hybrid最大的好处 就是减少了不必要的能耗 所谓不必要的能耗 就是那部引擎 在它最围难那段 最没有效益的时候 你要它做事 就会有不必要的能耗 譬如它加速 它慢车 它抬速 这些全部都是很浪费的 Hybrid就是 我用摩达 去帮你捱过最困难那段 等车的速度有了 引擎它 它要么就不做事 一做事 就在它最好效率那段里做事 那就得到最好的油耗 接着我们就讲一讲 Hybrid的分类 简单点 用两个不同的层面去分析 Hybrid 第一种 就是用Hybrid介入的程度 有多高去分 这种分法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叫Mild Hybrid 即是说 摩达介入少少少 帮一帮忙 相对的就是 全Hybrid 即是说 摩达介入是很高的 通常是多少呢 譬如说 摩达的力量 起码等于引擎的一半 这种我们就叫做全Hybrid 另一种分法 就是用传动方式去分 可以分成两种 是串联Hybrid 和并联Hybrid 串联Hybrid就是引擎 只是负责产生电能 电能可以交给电池 再交给摩达去推动车轮 电也可以直接由发电机 交给摩达去推动车轮 总之就是 引擎和车轮之间 是没有直接的机械联系 它的工作只是发电 就是叫做串联Hybrid 而并联Hybrid 就相反了 那部引擎 它一方面 是会发生电能 去给电池 或者给摩达 同一时间 引擎 也会透过一些 机械的结构 是将动力 去交给车轮 所以中间 就需要有一些 机械的联系方式 价格车都不同 将摩达的动力 和引擎的动力 去结合在一起 交给车轮 这种就叫做并联Hybrid 串联Hybrid 因为它的摩达 是做了所有的 车轮 引擎是不会推动 车轮 所以它肯定是全Hybrid 串联是不会有MildHybrid 而并联的Hybrid 有可能是全Hybrid 也有可能是MildHybrid 我们到时候 看看它的摩达 参与程度多少 才可以判断 大家知道 如何分配Hybrid 之后 我们就回头看看 最新的Honda Sport Hybrid IMD是怎样的呢 说明IMMD 它全名是 Intelligent Multi Mode Drive 即是说 它有几个模式去驱动车 首先我们讲一下它的结构 它就是有一部引擎 另一部引擎 它就转着两部马达 一个是用来发电 一个是用来驱动车 同一时间 引擎是透过离合器 有机会跟车轮去接触得到 它的运作是分三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 以EV模式 在EV模式的情况下 引擎是不穿的 电池推动车轮 主要是用来起步的时候用 当车要多一点动力 装满人 上斜路 急加速 怎麽做呢 这个时候引擎就帮忙了 引擎会产生动力 发电机这个时候的电力 是可以给摩达 电也可以给摩达 两个力量加起来 去推动车轮 所以它的Hybrid Mode 是一个串联的Hybrid 留意一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摩达的马力 比引擎更大 引擎只有97匹 但是摩达的马力 就有109匹 扭力有25.8kg 可想而知 一个这样的摩达 去驱动一架 只有1200多公斤的小车 加速力 都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为何 Honda 叫它这个系统 叫做Sport Hybrid IMMD 我相信这个Sport的感觉 应该是来自 这个摩达的力量 给到你的加速感 大家可能会说 这部Honda的Sport Hybrid 其实是一部Series Hybrid 特点就是它第三个Mode 第三Mode 叫做Engine Drive Mode 当车速有差不多的路况是合适的时候 Engine和车轮之间 就会透过离合器接合了 这个时候 摩达是不会做事的 我们纯粹就是利用Engine 最佳效率那一段 是要来推动的车轮 过去二十几年里 大家都试过很多种不同的Hybrid 全串联系统的 它有优点 也有缺点 优点就是 因为我的摩达 其实跟EV差不多 机械部分简单 扭力好 起步快 但是 串联 它有跌局限的 因为Engine 经过发电机发电出来 那里是会有几个百分比的能量损失的 而电池再将电交给摩达 又会有几个百分比的能量损失的 这两个加起来 可能是十几个百分比的能量损耗 无论你是低速或高速 你这十几个百分比 就一直走不掉 但是我们说过 Engine有时效率低 但是有时效率很高 如果高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要利用串联 那就很浪费 所以为什么过去那二十几年来 很多人喜欢用并联 并联就是我Engine 经常有力量给车轮 但是并联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 就是摩达如果要给力 车轮 Engine又要给力 那Engine应该什么时候介入呢 如果我们介入得太早 Engine在一个不高效率的状态之下 我们要用Engine工作 可能不常失 又或者我们可以加个波箱 可以帮到手的 但是波箱本身 也是有个能耗的 所以 Condar这个设计 车速慢 Engine真的不适合做事的时候 我完全不需要Engine带车轮 你专心发电就好了 当我的情况适合的时候 我就用Engine最佳状态 去带车轮 不需要摩达去做事 摩达几个百分比的能耗 我都和你省下来 这个就是Honda Sport Hybrid IMD设计的特色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都很有兴趣知道 如果这副系统 放到香港的路面 会是怎样的呢 首先我们看看香港的路况是怎样的 香港市区塞车 不用我多说 大家也知道了 香港也有很多山路 斜坡也挺重要的 这种路况 其实 它首的两个Mode 是非常之好的 因为 它的摩达够大 所以 在数据里面来看 它的起步应该都会相当轻快 同时 香港区与区之间的快速道路网 都建设得不错 所以它的Engine Drive Mode 也有发挥的机会 当然 这个分析 纯粹是根据数据来的分析 实际上来 那个油耗是怎样 反应是怎样 我也很想知道 希望下次 Top Gear试车的时候 找我去吧 我想想想你走了 还在英国 对啊 在网上高 很多读者都留言问我 駕开Hybrid 或者保养维修Hybrid 有没有特别的地方 其实 我们分两部分说 駕开Hybrid 是不需要特别去考虑 因为 电脑已经和你 处理了 不同路况情况之下的动力分配 如常这样駕开就可以了 至于保养维修又怎样呢 Hybrid 车的确是有Engine 也有电力系统 好像很复杂 你不需要特别担心的 有油 有水的地方 你就跟着说明书建议你照做可以 唯一一点要特别留意 就是 油的黏度 你会看到Hybrid Hybrid 车很多时候都好像很稀 0w20 说行不行 这么稀 你不需要担心的 Hybrid 车的Engine 经常都是在最舒适的环境之下工作的 所以我们平时 经常遇到普通车 就是Piston 一落来的那一刻 是最大的摩擦力 Hybrid 车里面 是不会有这么大的摩擦力的 所以Hybrid 的Engine Cylinder Ring 的张力 都设计得比较小 就可以用稀的机油 就更加省油 所以你放胆 跟着那个SPEC 用就可以了 它相比于传统的车 它没有了Start打 没有了波箱里面 很多很复杂的摩擦片 Dub brake 的时候 是有动力回收 因此 那个Belic 皮的损耗 跟普通车比较 它也都是慢很多的 保养维修来说 其实相对是简单的 当然 它有电力系统 它有发电机 有摩打 有电池 现在所有摩打 都是非接触式的摩打 所以不需要太担心寿命 而电池 因为Hybrid 充电和放电 是由电脑帮你协调的 电脑永远不会 跟你用尽构电 整死构电 也不会过分和你充满电 所以也不需要担心 是因为操作错误 而引起电池寿命缩短 看完这一集 如果大家对于Jazz 这一套 Sport Hybrid IMMD 系统 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 或者 如果对其他Hybrid 有什么意见 或者有什么想知道 都可以留言给我 我尽量解答